镜头转回台湾来关注的是目前疫情的状况 今天全台新增本土确诊262例死亡个案还是有13人 虽然疫情指挥中心表示全台的RT值 也就是有效传染数已经从刚开始的15降到了1.02 代表在防控的手段之下 一个患者平均只会传染给1.02人 但是指挥中心还是不敢太乐观 他们认为社区里还是有许多确诊者没有被发现 防疫措施反复提醒每位民众在志工引导下 填资料或扫QR Code记录足迹 新北市最新数据发现38%的确诊者都去过传统市场 大卖场占28% 然而饭还是得吃 就算知道风险仍得硬着头皮买菜去 泰山公有市场赐质会会长亲自拿着大声钩 提醒民众保持社交距离 只要防疫措施到位 生意不中断 摊商都乐意配合 因为现在很多客人不敢出来就是利用电商 刚好泰山公有市场有电商平台 所以这样子有蛮多人预约的 可能大家也都有一个礼拜可能出来买个两次而已 对对对不会集中在一起从一天 如果你坐的时候我们市场会在外面 人数同学 让市场比较少 里面加上公布 让我们消费者 要好叫他赶快赶快回车 毕竟魔鬼藏在细节里 每天使用的钞票硬币 擦肩而过的路人不知反几 最怕不明感染源在身边 6月1号 新北市确诊数又出现166例 侯友宜坦言 疫情还在高峰期 病例新增87人的台北市 市长贺文哲同样担心 疫情陷入胶着 首度生活圈应该每个地方都有这种潜伏的这种感染源存在 疫情还是能够控制到目前这个样子的 但是它还是一种危险的边缘 现在病疫术没有下降的地方 一定是表示你有一些隐性的传播者 这些隐性的传播者 他自己可能也不知道 如果要去市场买东西 就是说你付钱 付钱前后 你就是一定要酒精洗手 你就是要想办法 在所有可能的传播链里面 不要让病毒去聚集 疫情胶着的还有桃园 这波爆发累计20天来 桃园确诊共325例 其中高达25% 共82例感染源不明 代表病毒仍在社区里 以家庭群聚占六成居多的台中 有效做法是陆续成立 13处定点式快筛站 透过确诊者疫调 找出高风险热区 再成立机动快筛队 深入筛检 在某个场域 可能潜藏有高风险的时候 我们就会设立前进指挥所 就到那个场域 直接去做筛检 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有五个专案的 前进指挥所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们台中市是用这样来操作 希望尽快找出 潜藏在社区里面的感染者 科学防疫有成效 台中市因此发现 泰安妇幼17名 河北屯区家庭群聚 20名确诊者 让双北也宣布跟进 成立机动快筛队 综合全国数据来看 目前关联不明个案 5月25号到28号 还在百例以上 从29号开始逐步下降 到6月1号只剩下18例 但想解除三级警戒 人得看不明传染源个案 是否少于10人 社区群聚事件也要下降 才能说危机解除 如果说你今天 你是去过万华的 或者是你是去过传统市场 然后你觉得 你有一些 跟以前不太一样 或不舒服 或者是你也不知道 可能你你比较担心 那你那你就可以找你的全家去做做看 与公卫学者看法雷同 柯文哲也规划 推动一人确诊 全家筛检 不过台北医疗紧绷 政策未必能落实 加上病例太多 无法有效异调 对疫情的考验还没结束 所以台湾的本土疫情 真的是逐渐趋缓了吗 不少医师都没有这么乐观 甚至还有医师认为 死亡率可能要一个月之后 才会逐渐下降 再交给佳琪 继续带我们来了解 台湾最近确诊率开始下降了 不过是不是代表 死亡率也要跟着往下走了呢 不过现在有专家学者 就提出提醒了 不排除这个病毒 也可能在台湾变种 我们先带你来看到的是 其实最近新冠肺炎疫情 其实延烧 经过了三级警戒之后 似乎这个疫情 获得了相对控制 医师就估计了 未来的死亡率 可能会向下走 如果本土新增 跟校正回归一起下降的话 那么死亡率 还是高出国际剂标准 那就表示我们的医疗量 可能出了一些状况 得赶快来检视 但是我们带你来看到的是 其实在疫苗接种的方面 在英国他们的公卫署 就说完全两剂接种的部分 辉瑞达到了 百分之八十八 AZ也有六成左右 那么接种两剂 可以抵抗印度变种 有效的降低死亡率 可是台湾 是不是也可以比较办理呢 中研院就说了 要小心哦 因为不排除台湾 也会变异出 自己的一种变种病毒 所以一定得特别注意 特别防范 别让这样子的疫情 再次失控 所以关注疫情发展的趋势 究竟是要看确诊人数 有没有下降呢 还是看重症者人数 或者是阳性率呢 专家认为 其实这三者 都需要综合评估的 不过从指挥中心 公布的数据来看 目前全台 一千多名重症者当中 六十岁以上的长者 占比已经达到三成 世界卫生组织 喊出防疫3C 要透过公卫措施 多管其下 遏止病毒蔓延 全球包含台湾 疫情持续警戒 指挥中心数据 日日更新 但从这些高低起伏的 表格数据 有办法从中看出 疫情未来的走势吗 这波本土疫情 来势汹汹 从5月11日 疫情爆发以来 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已经超过百人病逝 超过了 上时期的 七十三死了 疫情发展 全国关注 除了每天公布的 确诊者人数之外 重症者人数 还有阳性率呢 也是观察指标 假如新证案件有下降 阳性率也有下降 代表就是有在改善 那重症率会比较慢 这个改善不会马上反映 在重症率上 如果要关心 即时疫情的话 看重症率 比较不准 而且重症率也跟医疗 量人或什么 很多东西都有关 阳性率 可能是最及时的 一个判断方式 资料显示 新冠肺炎 全球死亡率约 百分之二 台湾目前死亡率 约为百分之一点二 美国约百分之二点一 英国约百分之二点八 日本百分之一点九 南韩百分之一点四 从本土病例 阳性率趋势来看 五月十五日 达到最高峰 百分之五点八 因为防疫升级 下降为百分之四点四 接着就在百分之二 跟百分之三 之间起伏 近期甚至有确诊个案死亡后 才通报确诊 指挥中心解释 是因为疫调资料 取得的时间差导致 才会有个案死亡时间 跟裂案时间的落差 大爆炸完以后 就是你会看到重症的比例 还有那个死亡比例 会慢慢的拋现的 慢慢的下来 那这部分 应该是每个国家都一样的 把重症有效率的 安全性的 有确实的转移到 其他医院其他地方 来疏解压力 这样子 他们的重症的比例 才会慢慢的往下掉 然后死亡当然会往下下来 从四月二十号到五月三十一号 全台共确诊七千零八十例 当中有一千零五十五人 达到重症程度 而这波疫情 六十岁以上长着 重症比例达到百分之二十七点五 约占整体确诊比例 约一成五左右 但除了在病房被照顾的重症患者外 确诊者还要面对隐形缺氧危机 这一类的病人即使血氧已经降得蛮低了 但是病人自己并不会感觉到 很明显的呼吸困难这样的症状 实际上的原因其实并不是非常清楚 我们其实看他觉得状况很不好 我们试着会叫病人 比如说趴睡 或者带一些呼吸器 病人都不愿意 有时候就上个厕所回来就不行了 会一下子就恶化 所以比较麻烦的是这样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碰到那种什么 在区检所说早上好好的 下午突然传起来 晚上就不行了 隐形缺氧第一时间难以察觉 但除了血氧机外 其实有简单方法 民众可以自行辨识 其实缺氧的人 可以看着他的嘴唇 或者他的手指的指甲 下面的这个甲床 如果是粉红色 大概是没有缺氧 但是如果变成黑色或变紫色 就代表这个人有缺氧 走一两百公尺 或爬一层楼 平常不会传 哇 现在会传 需要一直休息 那你就要小心了 你可能就是一个缺氧症 低血氧症 代表你的肺功能有在变差 对抗疫情 确诊人数 重症人数 还有养性率 必须综合评估 国内提高疫苗接种率之前 必须落实防疫日常化 特别新闻 陈建平 台北报道 全球新冠疫情还在持续延烧 印度出现了缺氧危机 医院用的医药勇气 是不够用的 导致医疗崩溃 那么台湾本土疫情 现在这么的严峻 我们的医药氧气够用吗 医药体系的量能又足以应付吗 医师强调说 其实目前国内的医药氧气 是绝对足够的 在社区感染爆发的时候 医药体系就已经盘点 所有的医药设备 包括呼吸器氧气机等等 也提醒民众 就算是无症状的确诊者 也应该要随时监测 自己的血氧浓度 印度医疗溃体 医药氧气不够 甚至民众要装氧气回家 也没得装 缺氧危机恐怕将蔓延全球 台湾能以此借尽 撑得住吗 因为有印度这些的经验 所以来讲就是当初 其实我们都有提出来 所以氧气够不够 这些什么问题 刚开始爆发社区感染的时候 都有去就是盘点说 呼吸器氧气制造机 都有去盘点 都已经抓到大概两倍 两三倍的量 所以绝对够有 台湾本土疫情大爆发 尤其单日死亡人数 一度高达20亿人 除了重症之外 更有不少案例 在盗院前就死亡 是无症状的缺氧 成了这次新冠肺炎的隐形 致命伤 这一块我是觉得说 除了缺氧之外 另外因为他的肺炎进展非常的快 加上说年纪大的人 有很多慢性疾病 新症的在前面的一个礼拜 也是比较需要注意 可能缺氧 其实对他们这些人是需要 因为有些人他真的变化很快 有不少新冠肺炎的确诊者 他们看起来是不传 也不严重 不过实际上 他们的血氧浓度很低 而这就是所谓的快乐缺氧 而台湾有极其的死亡案例 就是快乐缺氧 所造成的 这让民众开始在购买这个吸氧机 以及像这样子的随身氧气瓶 甚至卖到了缺货 不过像这样的氧气机 什么时候该用 而怎么用 也都要特别注意 我在一般库存大概就是六瓶左右 就有些他有需求 或者去爬山的 这种需求的 那大概在上礼拜二吧 那就是一下就扫光了 再叫就没过了 99就是正常的 一般97到100都正常 除了用血氧机测血氧浓度 有没有缺氧也可以从外观判断 像是嘴唇皮肤颜色 也会因为缺氧变成紫色 或是红色 一旦有缺氧状况 一般的随身型氧气瓶容量 大约能维持两分钟 如果确诊者发现自己的血氧浓度 低于标准值 在到院前 能先使用制氧机 氧气瓶暂时维持 就是在这个绿的范围内 然后供氧 然后我们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正常的这个吸气呼气 就是正常的 然后就是调在这个绿线的这个范围里面 还有这外面如果脏的话 千万不要用酒精擦拭 医师提醒一般人血氧浓度 在95%以上属于正常值 不足95%则是略为氧气不足 若不到90%就非常危险 不能轻忽 不只是靠氧气瓶 而是要赶快就医 专家也呼吁 无症状的确诊者更要当心 别因为没有症状 也没有不舒服 就顺利检查自身的血氧浓度 造成延误就医 提供给您来自指挥中心的最新消息 指挥中心表示 6月将有200万剂的莫德纳疫苗到货 加上国产疫苗量产 到8月底累计有1000万剂 那么陈世忠表示明天将会对外公布大规模的施打计划 强调要尽快来尽快打 一批一批的来就一批一批的打 这是我们提供给您来自指挥中心的最新消息 而继续说到这个疫苗的问题 其实各国都在抢疫苗 台湾目前的到货量其实虽然他们说接下来会有很多 但是目前就是只有80几万剂 红岸创办人郭台铭想要帮台湾买500万剂的BNT疫苗 捐给政府 6月1号已经递件 国产疫苗的战略物资思考有什么样的实际困境呢 来看看 台湾社区感染大爆发 对疫苗的需求量也急速上升 非常的迫切 到目前为止 台湾到货70多万剂的AZ疫苗 和15万剂的莫德纳疫苗 还有2912万剂疫苗尚未到货 最近政府宣布在8月底会有累计1000万剂疫苗 这当中包括刚刚签约的国产疫苗 只是救命急如新火 这个等待也被不少专家学者认为会不会太慢了 而且具有风险 陈时中为国产疫苗每做三期临床试验解释 只是这一次之差 很容易让人以为国际疫苗也是如此 但BNT莫德纳交涉AZ都有做第三期临床试验 是没做完不等于没做 听在专家学者耳里 社会中心说国外这些已经在施打的疫苗都还没有做完三期 我觉得那个做完三期的完非常的重要 事实上都有做三期 都有做三期到重要进度 已经得到足够的安全性跟有效性的数据之后 那美国跟欧盟的这个主管机关才会允许 好紧急授权施打 记得会好像还在纠结说我们二期的人数到底多少人啊 但我们今天真正要去关心的是说 国外为什么他们无论如何一定还是要做三期 因为三期是把这个三万人甚至六万人的这个受试者 他在施打疫苗 刘宏恩在脸书直接批指挥中心就是使用话术 让他觉得很痛心 而指挥中心手版列了国际疫苗和国产疫苗的一二期受试人数比较 还有强调国际疫苗要很久以后才完成三期试验 却独独漏了去列国际疫苗 在取得EUA紧急授权许可前 就已经大规模做三期临床试验 以BNT来说 美国FDA是依据他们的临床试验第三期 受试人数达到四万四千人以上的数据才同意申请 莫德纳是三期的受试者有三万人 嬌生是四点四万人才同意申请 欧盟EMA则是AZ疫苗临床试验第三期 受试人数有两万四千人才同意他们的申请 疫苗两大重点就是安全和有效 而之前指挥中心面对企业宗教团体 想捐疫苗 端出了政府和原厂签约采购 中央进行统筹分配两大原则 就被认为是一种阻挡 首人疾管局局长张红仁 三十年前在药证处 也就是现在食药署的前身 他就直说民间要进疫苗 法令根本不是问题 我认为他最大的错误 是把政府采购的公费疫苗的规定 把它加在民间想捐证的规定上面 那这里面最大的差别就是 必须跟政府签约 所以这个条款是造成大家 这个舆论华人的一个最重要的错误的条款 张红仁希望政府在此时围席时刻 要用最快速度取得疫苗 不要再拖 红海创办人郭台铭一直想帮台湾 购买五百万剂BNT德国原厂疫苗 六月一号中午十二点 已经向FDA食药署递件完成 疫苗各国都在抢 发展国产疫苗是战略物资的思考 没有不对 只是当民间有望争取到国际疫苗 可以更快 为了救命 不该让疫苗沦为疫气之争 TVB的新闻 特殊神王一杰特不倒 双北的医疗量 严重不足就有基层的医师 自主发起支援快筛的裁剪任务 拿着棉花棒指导患者鼻腔 干净利落完成裁剪 他是专业耳鼻喉科医师周庆明 行医资历超过30年 这次疫情大爆发 他登高一呼 号召同业投入第一线快筛工作 缓解趋近紧绷的医疗量能 因为看到疫情那么严重 当然要把社区里面 潜藏的这些阳性的个案 尽量把它抓出来 所以需要很多基层诊所的人力 因为医院已经将近是饱和了 所以我们在有别人科医学会的群组里面 号召全台湾基层诊所的医师 大家来支援 所以这个活动当然在那一次 就募集到还征集到320位的医师 陆陆续续都还在增加 因为这个量绝对是不够的 所以大家都很热情 还有甚至有的医师 他把诊都关掉 就专门来帮忙 基本的快筛裁剪 对专业耳鼻喉科医师而言 可说是驾轻就熟 但面对无孔不入的病毒 即便是专业医师 仍然戒胜恐惧 口罩 护目镜 再加面罩 全身包的密不透风 基层医师放下诊所工作 义无反顾投入防疫最前线 在疫情严峻的当口 有这样的专业阵容进驻 无疑替社区防线注入一记强心针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一个位于板桥的机动快筛站 而现在双北地区会随着疫情的起伏 随时在热点布置机动快筛站 因此第一线裁剪医师的人力就显得相当重要 裁剪工作高风险 还得顶住夏季高温 采访团队穿着隔离装备一个上午 就已经满身大汗 第一线医护却是一整天严阵以待 现在对于医院在照顾病人的量能上怕 尤其是在医师的人力上会显不够 我们缺乏医生的时候就向医师公会求救 医师公会他们随时就是会派医师过来 就开业医师 所谓的热血医师 而且他们都非常的热忱 在这里也非常感谢他们能够来支援我们 虽然双北阳性案例有趋缓迹象 但只要稍微松懈 很可能又会全面爆发 前线医护战战兢兢 随时做好抗战准备 那包含说像整个医卷师团队的部分的话 我们也希望说有相关的专业的人员 可以来投入这一个所谓的快筛 不管是快筛或是其他的防疫相关的 之前也有募集了一些 有意愿投入防疫工作 这些医卷师的团队 那来随时来因应政府的一些政策 我们医卷师团队的部分的话 也都是做好万全的准备 来因应这样子的一个需求 全台湾的两万三千位诊所的医师 都愿意来投入 那当然下一个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疫苗的注射 这个其实大家也都非常的热烈 正在筹划中 已经都其实都已经准备好了 本政府一声令下 我们就可以上场 政府没做到的超前部署 第一线医护用自身专业 自动自发到前线弥补 但想全面战胜病毒 终究得从更全面的政策配套来着手 政府必须迅速扛起责任 普及疫苗施打 扩充医疗量能 TVBS新闻李伟华顾尚军 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TV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 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使